好,今天我會和大家看看這個2013年的MC PAPER ONE 我們PAPER ONE的MC第九條 第九條的問題,我們想問你究竟一個帳戶平均在書籍上是多少 這條很明顯就是和書籍的原本有關的 當然要看看你代表的身份是甚麼 我們看看 你現在在看的題目是KL Company King Loan Company 你代表的身份就是Tintin 你是TT 然後KL在你的帳戶上屬於哪一款類型呢 那就看看 現在開始可以給大家一些訊息 大家可以看到的 KL說Tintin就是五萬六千 所以其實KL應該這個帳戶應該是一個Depters帳戶 所以我們開啟的時候應該知道它應該存在於這個帳戶裡 KL應該是一個Depits帳戶 所以我們把Depits帳戶 所以我們把Depits帳戶 去 nächste附近的帳戶 這個號碼就賣的貨 即是一個Sales 那 Costing呢 就是8萬元 是Gross-Profit Marginal 這個字要重要 它是Costing 即這一批貨的成本 是8萬元 那有Gross-Profit Marginal 是50%賣給KL 所以在KL帳戶上應該就有一個 Credit Sells 但問題是究竟它應該入多少呢 是不是入8萬元呢 我們看到一件事 如果進入Debtus帳戶 所有的Credit Sells 即是應該用Selling Price入帳 如果你用Selling Price入帳 而這個Cost 就不能入8萬元 我們應該要計算Selling Price 但怎樣計算呢 Gross Perfer Margin可以幫助你 記得有一個分配方法 Sells Cost of Goods 和GP 如果它告訴你 Gross Perfer Margin是50% Gross Perfer Margin 那你的Sells 應該佔100% 而Cost 應該佔50% 那要跟著這裏的比例 你這裏是8萬元呢 即是說你的Sells 應該就是16萬元 那這個怎樣來的 這裏是分配方式 那大家可以記住 Gross Perfer Margin 所以你這裏的Sells 應該就是16萬元 可以嗎 這裏是16萬元 好了 再落了 再落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看到 它就說是12月15號 那King Loan呢 就將Beginning Balance 看見到Beginning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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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這個 5萬6千 將它結束了 跟Cash Descarn 3% 那所以你 Descember 15 呢 我們假設它用 Check來 結束 那這裏是沒有說的 那我們就當是用 Check 好了 那之後呢 就有個 Cash Descarn 那Cash Descarn Cash Descarn這裏 應該就會是一個Discount Allow 好了 那多少錢呢 它是3% 那即是說 5萬6千 乘0.03 那即是 1680 那而你 找數呢 應該就是 97折 那無論如何都好 很明顯這裏應該 加上這兩條數 應該就是 5萬6千 來的 好了 那就到最後 31號 OK 31號的時候 問你Beginance 是多少 好了 那你兩邊 如果心裡清靜的同學都很快知道 其實兩邊這個數 應該是消去的 那 即是你 31號 Beginance Carry Down 呢 就應該就是 16萬了 好了 但是16萬的時候 應該 那 Beginance 應該是在哪裏 那 我先做個 然後呢 就是這個 你Carry Down 那即是有個 Beginance 出現 那 其實我們在看 2012年 那個 12月3日左右 就是2013年的 約1號 那 那就是這個 debit balance 所以答案 應該就會是D 那 那 這條就是2013年 PayPal 1MC 第9條 答案就是D 16萬的debit balance 2 1 2 4 6 5 6 6 6